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南妹厨房 今天用南瓜分享一道美食 把南瓜洗净去皮切成片 装入盘中 上锅蒸熟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了 把南瓜倒入大一点的碗中 按压成南瓜泥 加两克酵母 五克白糖促进发酵 再加入200克面粉 搅拌成棉絮状 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形发至两倍大 发好的面里面有丰富的蜂窝状 这样就可以了 面板上撒上干面粉 把面团揉搓拍拍器 直接搓成长条 按扁,再擀成长方形的面片 从中间切开 再切成一纸宽的条状 再切成一纸宽的条状 切好后,封开放着,防止粘连 盖上保鲜膜 盖上保鲜膜,二次饧发10分钟 手感变轻,体积变大就可以了 开水放入锅中 大火蒸10分钟 关火焖3分钟就可以了 南瓜这样做金菜菜的像薯条一样 口感非常的柔软,有嚼劲 蘸番茄酱吃非常的好吃 特别适合家里有孩子的做 喜欢赶紧收藏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